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我们在这一集呢 要来这个复习一下前面教过的一些题目 不只是为了解题而已啦 而是说要这个复习前面教过的知识 让大家知道他们使用上 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一些技巧或变化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在这里再跟老师和家长重复一次 有的时候学生他不见得会这个 主动的去重新的去用你教过的方式思考 就算你拿题目给他写 有的时候学生写题目会有两个问题 一个情形就是他只是在学着你写而已 其实他没有学跟着你教过的想 那这是一种不好的情形 另外一个情形是他只是被公式出来套而已 或者是我都跟学生说不要这样 但是很多学生还是会这样做 就是他你假如说这个 你就比如说参考书嘛 那这几页这几题是作业 他要写的时候他去看一下 哦不会他就翻 就去翻到前面去找 去找看有没有哪一页有公式 哦哦所以哦哦这一题哦 所以是这样做 这样然后下一题又不会又翻 我就跟他们说 如果你真的原本没有学懂 那你真的有需要要看的话 你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好先不写 先回去看全部看完懂了再回来再写 那这个时候我会不会写 如果还不会再看 应该是这样子 那而不是说就是看着看着写这样 哦所以是 所以这个就带进去嘛 所以3x嘛 所以这里应该是要写5了哦 这样不是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只是在 临摹而已嘛 就像你家那个写书法 临摹字帖而已 你自己没有那个思考的流程 其实这样子学习是不好的 学习效果也不会好 那为了要避免这种情形出现呢 其实教掌和老师 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多带学生做几次啊 毕竟你在讲的时候他们会听啦 我们来看看 求这两个三小型的ABC的面积 A.4-2-3 B.66 C.4-5-3 那么 如果你一时之间不知道从何算起 请掌握一件事情 就是去把图画出来 没有很难嘛 随便点一点哦 不是说很随便啊 大致点一点嘛 -2-3 你们会发现有熊老师 在做图的时候都没有拿比例词 就是5-3嘛 抓到一个大概66大概在这里 所以这个三角形它是 长这样 那这里因为他们都是-3 所以这个是水平线 所以我们用它来当地 那高会是多少呢 高会是这个是66嘛 高会是从它一路到这个点到这一条底的这个垂直的距离 这样子 那这个距离是多少 因为它是66 它是-3 所以它是从这个 你看它的这个距离就是从6到-3的距离 所以是9 那它的底是-2到-5是7 所以是9乘7除2 这个2分之63 31.5 看下一个 下一个它是-2-3 66 6-2 一样又是-2-3 一样有一个66 那现在还有一个6-2 那么呢 这个是-2-3 这个是6-2 这个是66 所以我要用什么当地 你会发现呢 是这两个 不好意思 -2-3 6-2 66 你会发现这两个的X一样 所以它是千直线 用它来当地 这样高会是多少 高会是 从-2 这个的X是-2 到这个的X是6 这个高就是从-2到6的距离是8 那它的底呢 也是从6到-2也是8 所以它是8乘8除2 64除2 32 64是2的6次 32是2的5次 顺便一提 好 那来看一下这个 之前的另一个作业 直线 AX 第九题 直线AX等于2Y-A 过点-2B 求A加B 那 求A加B 这一题呢 感觉好像是没有办法求出来A跟B 因为你要求两个位置数你要有两条方程式 那所以这一题它为什么可以这样问呢 就是因为A跟B到底各自是多少 其实是不需要求出来的 直线这一条会过这个点 代表这个点带进去这个直线会成立 所以把-2B带进去你就会得到-2A等于2B-1 那一项一项你就会得到2A加2B等于1-1 所以A加B其实是2分之1 0.5 这样子就找到这个答案了 所以其实A跟B解不出来哦 这是这一题 你看我们之前在这个二元一次方程式的时候 就有特别提醒会有这种情形 来看第十题 直线这一条A加4-2Y等于0 和另外一条直线是A加B等于7 都过点2-5 求AB 都过这个点 那你用这个角度去想呢 你可能会想到它要去求这两个联力求解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这个A我不知道我怎么解出来 A跟B我都不知道 那但是所以没有关系 因为其实解我知道啊 解出来是2-5嘛 所以怎么样 2-5带进去会成立 2-5带进去也会成立 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别把A跟B求出来了 所以你就会这个以2-5带入 那所以呢你就会得到X是2的话 2A加4 Y是-5加10等于0 然后X是2 2加5B等于7 所以上面这里 A会等于-7 B会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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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A是-7 B是-1 所以求这个AB就是-7-1 1-1-2-3你会发现怎么样 X加1的时候Y加2 所以从2到-2 X-4 X-4 X加1 Y加2 那如果X-4 Y-8 所以从3-8 你会得到他会过的这一点是2-5 所以A等于-5 这样就可以找到了 可以吗 好来看刚刚第八题这一题 这个 我刚刚为什么不先讲它呢 因为这题很特别 你会发现A跟C的什么 X是相同的 那我们有提过 一条直线可以过两个点X一样 代表这条直线是 X等于1 所以其实它的每一个点X都等于1 所以其实A就等于1 对吗 再来看第九题 这一题 那这一题呢 你用邪律的这个方式想 反而好想 只是你要花力气去推论 你会发现 X AB这两点 我们用AB这两点来看 AB这两点的这个X的值 从2变成X加2 也就是它多了X 但你想说它不是又是X的值吗 它这个X不是我们设位之数的那个X 它就是另外一个位之数的X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 比如说B或C这样子 它就多了一个B这样子 然后你来看下面这个 -1 从-1到-1-X 其实它刚好就少一个X 所以它X的部分是增加了这么多 假如我们今天把X换成B 方便思考 但是它假如写X的意思是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原本出题目的时候是用X出 让这个同学们知道它这里也是可以写X 只是就是有一点混淆的效果 但是意思是一样的 我们今天把它的X都换成B 这样可能会好想一点 那也就是说X的值 从2到B加2 就多了一个B Y的值 从-1到-1-B 你会发现它Y的值就少一个B X加B的时候Y-B 所以X加1的时候Y-1 所以其实它的斜率是-1 那你也可以带这个点进去 把它这条方程式求出来 它其实Y等于-X加1 这样子 好 那这个就是把X带2进来 -1等于-2加1 但是这个方程式不一定要求 我们知道它的斜率是-1之后呢 你用这个2到6 其实X加了4嘛 斜率是-1 X加了4 Y要-4 所以其实A是-5 就是这一题 可以吗 然后来看一下下面这两个 如果方程式Y等于AX加B 通过以下两点求AB 它这里所说的求AB 其实就是求这一条方程式 各位 那这样子的话 这条方程式会怎么样呢 你看一看 一样我们用这个斜接式的角度去想 X从A点到B点是增加了T 对不对 X增加了T 而它的Y呢 从2到3T加2 其实是加了3T X加T Y加3T 那么 X加了T Y会加3T 所以其实X加1的时候 Y加3 所以这一条方程式是Y等于3X加B 不知道02带进去 其实你就会发现B就是2 我前面有讲过 它有通过这个X是0的这一点 那这个 2就是这个拮据 所以它就是Y等于3X加2 再来练习下一个 它通过的是 我们把它写大一点好了 发现这个字 硬的时候被缩小 它通过 1 2 还有这个 T3T-1 这样子 再来看一次 X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它怎么样呢 加多少呢 从1到T 其实是加了 这样想 1加多少 会变成T 这个要填多少 进行运算吧 多少等于T-1 所以其实 从1到T 它其实是加了T-1 可以吗 就是它-1再加T 那2呢 从2到3-3T-1 这个其实是一样 2加多少 会是3T-1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多少是 3T-3 所以它其实是加了 3T-3 所以 这一个题目 X跟Y的写率也是 X加T-1 那Y加3T-3 其实就是 3倍的T-1 所以 X加1Y加3 Y等于3 X X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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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一条 那当然这个 这两个算是 对国中来说 都有一点点难 只是我教大家 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到说 可以这样子去想 好 那我希望大家都 不会有机会 在考试上看到它 可是其实我看过 在这个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 坐标的这个 X跟Y里面 还有位置数的这种题目 在国中其实是 会看到的 只是蛮难的 那在这里讲一下 通常会在这个 总复习的时候 才会出现 谢谢大家